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乐在慢活 健康生活 我们可能都会见到身边的一些亲戚朋友 爱囤积物品 把家里堆得满满的 是 那在新加坡也曾经因为这个原因 就是囤积物品 引起火患 没错 因为有人说囤积物品 纯粹是一种情怀 因为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收集 保留 这样一些欲望 但是实际上如果你过度囤积的话 就可能是一种心理疾病 爱囤积到底是不是病呢 让我们来邀请林文龙医生 出来给我们解答 好 欢迎林医生 有请 你好 请坐 你好 林医生 对 爱囤积到底是不是一种病 囤积症本身是一种半性疾病 所以它是一个可以延续很久的 一个病症和障碍 可是我们看到的这种囤积症 那个患者通常来讲他们对于舍弃 丢弃东西是有很大的困难的 然后他们堆积了太多东西的时候 那个整个空间就成为一个很有问题的地方 甚至于可能不能走动 床都堆积一大堆东西 我最近看了一个视频 有一个名家 他故意拍出来他家里的书房 很大两间 变成只有这样一条走廊 他很引以为傲 什么都是真本 古籍 这个有没有区别 他显然应该不是病吗 对 这是肯定有分别的 所以爱好者他们收集的东西 通常是有一个价值 对于他们有一个价值 不管是情感上还是价格上 而且他们其实是有一个系统 去爱护 去保护他们收藏的东西 可是囤积者他们患上这个病情的时候 他们囤积的东西是杂乱无章的 那到底怎么判断这个人 是否患上了囤积症呢 就有以下比较重要的三点 第一点就是说他们在丢弃 或舍弃东西的时候 会有很大的这种焦虑感 困扰 不管那个物品的价值如何 第二点就是说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空间 直到这个生活空间是无法运用的 第三 这个肯定会影响到 他们的那个生活上的一些功能 比如说他们本身的职业 社交或者家庭 都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我妈妈就是很爱收东西 我常在想我爱收东西是因为我妈妈 我妈的家是挺乱 但是有路走 还是有位置坐 只是东西都好多 因为都觉得这个有用 那个有用 我就有这个习惯 所以我在丢东西的时候 是有一点点不舍的 有焦虑 对 还好没有焦虑 不焦虑 不过我真的是租了一个小小的仓库 来放我的东西 你都很值钱吗 应该 因为我在这个圈子很多年 有些东西是真的很贵 有些是一种情感 对 这个应该留 这个我就担心我自己有这个堆积症 因为有时候我自己也很烦 我想送人 但是想这个又有自己的价值 这个也有自己的价值 怎么办 对 我觉得以你的情况来讲 当然不能把它当成囤积症 因为毕竟你把你的东西都整理好 放在另外一个空间 然后你平时家里都没有受到影响 家庭也没有受到影响 所以不算囤积症 那当然很多时候 如果说你觉得自己累积了太多东西 可以从认知上做出一些改变 因为有时候你想说 这个东西真的很有价值 可是真的以后真的会用到吗 所以真的不会用到的时候 可以送人 可以丢掉 要懂得舍弃 是的 断舍离 我买了那本书 看了还是没用 再看一遍 再看一遍 刚好今天这么好机会 林医生在我们节目里 我们线上有一位陈先生 他要替他的朋友来咨询一下 就是看看是不是也算囤积症患者 我们马上联系陈先生 你好 陈先生你好 你好 林医生 我有一个同学 就是认识 从小玩到大的一个朋友 已经发现有点问题 就是他很喜欢收东西 就是把家里的东西越堆越多 又不舍地丢 甚至觉得有点脏 所以他这个情况已经有多久了呢 应该至少就有七 八年了 我们有照片 我们现场给医生也看一下 这是客厅 对 客厅 我以为是储藏室 对 人家丢电器还收 我问他 你收来干吗 他说我可以拿回去修理一下 就可以拿来用了 那你们有尝试叫他把这些东西丢掉吗 有 可是他就是不听 他说有用的 有用的 一定有用的 有一天会用到的 有没有人去真的把它丢了 然后他有什么反应 没有人敢丢 肯定翻脸 好 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 有时候也不能够马上做出一个诊断 可是可以看得出这位朋友 其实我觉得还是需要 专业人士的一个帮助 宜宁刚才的三点好像都蛮复合的 是 那该怎么帮他呢 这样的情况下 从一个专业角度来讲 很多时候我们会利用一些治疗方式 第一点 我们会就是以认知行为治疗 帮助这个病患 所以病患有时候他们会觉得 就这些物品都是很重要的 以后可能会用得到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个认知行为治疗 帮他纠正这负面的想法 很多时候也有需要就是以药物治疗 因为很多时候他们的这些想法 有一点强迫性的一个氛围 那药物有时候可以控制 这强迫性的行为和想法 最后我觉得就是家庭朋友 在一种没办法的情况下 如果说已经产生有可能火患 很不卫生 是 就得硬来 帮助他们把这些东西丢掉 虽然说他们可能有时候会发脾气 可是他们的环境的安全是最重要的 是 那陈先生 您是担心你朋友家里会就是 东西太多 就像新闻看到会引起火患那些事情吧 火患我倒不怕有他食物中毒 因为他真的对他太多食物 有些过期的也还留在 可是哪包剩下的辣椒也收 所以我们在谢谢陈先生之前 陈先生在现场能不能告诉家陈先生 他现在最目前马上可以做到的 是哪几样 比如说劝说他的朋友去看病 还是怎样 对 第一点 我觉得他应该让他朋友知道 他自己是有问题的 不管是有囤积症还是有病 直接告诉他 对 直接要告诉他 因为有时候病人未必知道自己有问题 是 对吗 所以我们也不要就是说好像害怕 把东西扫到那个毯下 对吗 就直接跟他讲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有时候可能可以给他 多一点资料去看 因为毕竟晚上也有很多资料可以读 让他知道可以看到这方面 其实他的病症可能就符合 所以他自己就比较会有同察力 那第三点 可能可以跟家属 就是善良一下 因为有些时候他们未必肯听 一个朋友的讲法 可是有时候可能他有孩子 可能他尝爱孩子 亲人 所以亲人的一个辅助下 可能还是愿意去看医生的 是 好 陈先生 谢谢你来电话 谢谢陈先生 希望对你有帮助 另外我想问 因为人到了一定年纪 当然我们也不鼓励奢华的生活方式 还是有节约 那如果这样我们有一个概念 会不会喜欢囤积 慢慢一定会走上那个囤积症的道路 是 是 我还是说 对 我觉得会比较高的一个风险 真的 因为当你就是说 一直觉得每一样东西都有用的时候 有时候那个想法 那个认知 就到了一个极端 对 到了极端的时候 它就变成一个囤积症了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要学习 从我们自己的认知上 做出一些改变 想法上 所以有时候东西还是要 可以懂得舍弃 其实这囤积物品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很多时候可能他们真的觉得这个东西很有价值 有一些情感上的价值 然后有些东西可能 有些时候是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 可能的环境比较不好 还是以前可能有这种概念 就是东西不要乱丢 要节省 所以这种节俭的一个习惯 造成对于就是囤积的一个行为 再者有时候可能真的是一种 别的心理疾病造成的 比如说精神分裂症 他们还是有无法去判断东西 有价值还是无价值的一个情况 所以他们就会囤积这些东西 强迫症会吗 囤积的行为其实是一种强迫的行为 可是现在来讲呢 我们把它当成一个独立的一个病症 因为这可以帮我们更好地去处理 以及治疗这个病症 就跟刚才聊到焦虑也是 焦虑它也是分开很多种 不过囤积本身也跟焦虑有联系的 对 因为在你要丢弃那个东西的时候 其实焦虑是很高的 所以那焦虑很高的时候你就不敢丢 对 那再者就是很多囤积症的一些患者 他们因为可能社会上的一些矛盾 跟家庭上的一些矛盾 就产生一些情绪上的一些问题 久而久之也是可能导致抑郁症 那我们也看到有些病症 比如说多动症 集中力障碍 他们管理东西的判断能力也是会比较差 所以有时候也是会跟囤积症有一定的关联 那如何打开囤积的心结呢 在于这种病症当中 我们很难去所谓的打开一个心结 它是比较复杂的 所以那个治疗还是比较多元化 第一 在认知上面做出改变 这是需要时间去练习的 所以这个物品其实是没有价值 对吗 当那个人觉得很有价值的时候 他就不敢丢 可是我们让他学习 让他知道改变这个认知 他没有价值 也可以让他模仿我们把东西丢掉 让他可以承受那个焦虑 慢慢学习怎么样丢掉东西 所以这是我们叫做认知行为治疗 再者我们还是可以利用药物去治疗 药物方面我们有血清素在摄取抵制剂 这个药物是可以使到他们强迫的心理 比较舒缓 那他们对于控制自己的认知 自己的想法就会比较容易 我觉得最终还是要配合家里人 因为如果孤军作战还是很难的 所以家里人希望可以谅解它是一个病症 多多关注 然后带病患去接受治疗 去鼓励他们 然后帮他们处理一下 有时候太多囤积的东西 尤其是当已经造成火患 跌倒的危险的时候 还是甚至于是已经不卫生的时候 我们还是必须把这些东西丢掉的 当然我们必须意识到 这个怎么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像林医生也说有的人会复发 就是你给他处理了 他待会又回来了 是 就算是治好了有时候还是会复发 所以它还是一个慢性疾病 我们还是要 很有耐心的 对 不断地有耐心的治疗 那丢不丢东西 有没有一些比较自省的方法 就问一问这个东西要不要丢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可以讲说 如果你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它对你有没有就是说直接的一个情感 对不对 所以如果说你还是对这个物品 有情感的时候 肯定你还可以留下 第二点 你要问它 到底有没有真正的价值 这不是说你误认为以后会用 而是你现在有没有用 之前可能你可以有一个时间性的 你可以说这半年以来我有没有用 这一年有没有用 所以这半年一年你都没有用的话 你接下来一年半年应该也用不到 是 对 所以有时候还是得去把它扔掉 所以可以用这样子一个自省的方式 可是老实讲 在囤积症当中 他们其实自我的察觉 同察力其实是没有 很低的 所以他们利用这些方法 未必能够很有效地去处理自己囤积的物品 这个是我觉得让我们健康的人 不要换上囤积症 刚刚有这个人之力 这个是给你 对 可以帮助 对 有时候释放一些空间 也能够帮助我们释放心理的一些垃圾 说得没错了 记得多存放一些快乐的事情 而不要在家里堆放那些没有必要的东西 再次感谢林医生 谢谢 谢谢 乐在慢活 健康生活 动感摇摆 活出精彩 我们知道运动分很多种 有肌耐力训练 身载运动 油氧运动等等 但是有一种常被我们所忽略 那就是协调运动 日常生活中有许多活动 多需要我们身体各个部位来协调完成 就好像洗碗 洗衣 还有晾衣服 是 所以说协调训练真的非常重要 大家赶快准备一下 今天我们请到Net教练为我们安排 一系列简单的协调性运动 帮助我们训练平衡 欢迎Net教练 欢迎 大家好 我是Net教练 好 我们先坐下来吧 好 我们今天的训练是协调训练 简易来说我们是分左脑跟右脑 所以等一下动作都会是交叉的 好 先把手举起来 好 用你的手去摸对角边的肩膀 然后再换另外一边 好 动作不要太快 搭配你的声音来准备 开始 一 来 二 三 四 五 六 教练 如果说我的肩膀痛 刚好这个动作很好 我可以敲一下吗 其实如果你敲的话 很容易变成去甩这个动作了 当你在甩的时候 你的肌肉其实没有再用力 所以老师建议你 就是很平稳的速度就可以了 教练 我有个问题 是 那如果说有的人 他摸不到肩膀部位 比如说只能摸到手的大臂 或者前面一点 可以吗 没问题 因为有一些人可能受过伤 所以其实今天的重点是 摸对角边就好了 做自己可以做的范围就好了 不用太勉强 好 我们做最后五个 来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请你摸你的对角边的侧腹部 一 来 二 很好 这个动作的时候 他身体需要转吗 可以不要转就不要转 可是如果你觉得你要转才摸得到 稍微转动一些没有关系 但是重点就是要摸到对角边 最后五个 来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往下移动 请你摸你的膝盖来 对角边的膝盖 拿起来 换另外一边 记得手脚搭配在一起 准备了 我们先从右手来 开始 一 来 二 三 四 其实连续的做手很酸 是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点觉得辛苦的话 手可以放下来一点没有关系 但是不要驼背就可以了 最后十个 十 九 八 七 六 很好 五 四 三 二 一 我们再往下移动摸你的脚踝的部位 一 来 二 三 四 五 老师要提醒一下这个动作 如果你摸不到脚踝的话 没有关系 你就可以摸小腿的位置也可以 因为每一个人的柔软度是不一样的 但是记得不要憋气 把声音数出来 好 我们做最后十个 来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再换下一个动作 在你的脚下面做拍手的动作 拿起来换另外一只手 好 老师还是要提醒 如果你拍不到手 没关系 拍大腿也可以 每一个人可以做的角度不一样 来 手打开 好 来准备 从右手先来开始 一 来 二 很好 三 四 五 六 七 很好 八 九 加油 十 记得要把声音数出来才不会憋气 最后十个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先停下来 老师会把刚刚这五个动作把它串起来 我们会做肩膀二十个 腰部二十个 膝盖二十个 脚踝二十个 再加拍手 一系列地做下来 所以等一下会有点辛苦 OK 所以可以的人就加油一起坚持 来 准备手打开来 最亮丽二位就好 累的话就自己休息 来 准备背打直 先从肩膀来准备 开始 一 来 二 三 四 来 五 所以如果你摸不到 没有关系 但是身体要有交叉的动作就好了 最后五个 五 四 三 二 好 换成腰部 来 一 二 三 四 很好 五 要注意自己的动作 不要做错了 最后十个 来 十 九 八 七 六 很好 五 四 三 二 来 换膝盖 一 来 二 三 加油 四 五 六 来 七 八 很好 九 十 十一 十二 加油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不投背 十七 十八 十九 好 换成脚踝 来 一 二 很好 三 四 摸不到脚踝没关系 也可以摸小腿 七 八 很好 九 十 累的话就自己休息一下 没关系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好 换拍手 来 一 二 三 很好 四 五 如果觉得累的话可以自己稍微放慢或休息一下 没有关系 九 十 十一 十二 加油 十三 十四 很好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好 我们回到踏步的动作 一 二 三 四 再做这个动作会有点喘 所以记得你在做这个一百下的交叉训练的时候 不同手不同脚 然后记得把声音数出来 自己要做的时候要量力而为就好了 最后十个来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我们尝试看看 从我们拍手来到上面来 一样一百下 来手抬高 好 右手来 开始 一 来 二 三 四 很好 五 六 七 八 九 时间持 十一 十二 十三 很好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好 换成脚踝来 一 来 二 我们动作稍微放慢一点 四 来 五 六 很好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很好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对脚边 十七 十八 十九 来到膝盖来 一 二 三 很好 四 五 六 加油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二 记得累的话就自己休息一下没关系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来到腰部来 一 来 二 加油 三 好 背打直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加油 十七 十八 十九 最后一个动作来肩膀 一 二 三 加油 四 五 不拖背 七 八 九 很好 十 十一 来 十二 十三 十四 很好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好我们回到踏步来 一 二 背打直 三 记得踏步的动作也是要不同手 不同脚 所以你要在家里做的时候 请你检查一下动作 OK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把手脚打开来 背打直 我们来准备 左深呼吸 吸气 好 吐气 第二次来 吸气 吐气 最后一次来 吸气 吐气 对了 我给你们讲解一下 为什么我们做吸气的时候要搭配手 好 当我们在深呼吸的时候 手伸起来的时候 我们胸腔会被拉起来多一些 所以老师要你搭配 原因是要更深层的呼吸 所以呼吸要搭配手 放下来 我会这样比较舒服 是 其实也是 但是我们是希望可以搭配你的身体 然后让它的呼吸可以到更深层 你的那个呼吸的系统才会更好 是 好 你们做得很棒 给自己一个掌声鼓励 鼓励 真的很棒 加油 对 多做一些协调性训练 可以更好地控制自己的身体 提高平衡能力 降低跌倒的风险 是的 强壮的身体 也能保障我们生活品质不受影响 去做我们想做的事 过我们想过的生活继续 动感摇摆 活出精彩 健康新时代 美味 人人爱 说到薄片 你会想到什么 我会想到我爸爸妈妈 因为我从小家里是卖素食的 那爸爸妈妈每天都会做 好多好多的薄片来卖 生意非常好 也做得很好吃 没错 薄片其实作为我们从小到大 一直吃的一个食物 大家都不陌生 它吃起来咸咸 甜甜 又酸又辣 口感很清新 但今天Chef Charlie 要带给大家一道 特别风味的娘惹薄片 欢迎 欢迎Chef 欢迎 请问今天Chef做的薄饼有什么特色呢 今天我做的薄片是特别的 是娘惹薄片 还牛惹 还薄片 对 就二合一 对 多数的人做薄片 都是有那种三层肉 对 逼它的油出来 是 但是我今天做的是 用那个虾米来体现它 那健康很多了 对 那我们开始吧 来 好吧 娘惹跟薄片配在一起 很难想象的味道 是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每个人人人都懂的 人家说满光 有的叫砂格 是 要切丝的 对 全部吃 姑娘你有吃这些吗 我有 我有吃薄片的 其实我在我的同年 很喜欢吃 就是在街边大戏 那么都会卖这个薄片切成一块块 来沾那个虾膏来吃 很好吃的 对 现在薄片 已经好像材料变化很多种 对 是的 这个切好了 我们可以开始炒了 好 来吧 我们热锅先 其实娘惹薄片 跟一般薄片的不同在哪里 好 一般薄片他们多数没有放辣椒 他们没有放香芒 香芒 所以我们下那个葱 葱的最重要是要炒香它 这个是它的主题来的 因为人家炸葱头油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我们朝周人喜欢炸这个葱头油 对 然后煮了粥 就放一点酱青这样吃 很好吃 那个葱已经焦焦地在里面了 对 可以存一瓶 你有吃吗 你是朝周人 我有吃葱头油可以 有 我喜欢 算了一下子 我要放香芒 香芒 香芒 这个香芒是 多切肉 所以自己切碎就可以了 切碎了 因为等一下你要包在里面吃 对 所以你要切到很幼 你才可以咬到它的香味 如果香芒不切的话 是很难咬的 对 咬不断 很硬 对 你要切到很幼很幼 那就煮一煮才可以 然后你就放一点 现在就放一点 虾米 虾米是主题 对 香芒米是主题 鸭肉菜它的材料很多 它的材料很多 但是又快又容易 现在怎样体现拉萨呢 表现在哪里 它的拉萨在哪里 拉萨叶 叶子 叶子跟那个香茅 那个一放进去就是拉萨味道 对 但是我们没有放椰浆 没有放椰浆 对 你们需要辣椒辣的话 你就放多辣 等我们不要太辣 你喜欢吃辣吗 不要太辣 不要太辣 我放一点点就好了 对 但是在新加坡酒真的是这样 我虽然不能吃 但是没有辣不行 对 就是一定要有辣 中口味 习惯地吃东西 是 这个辣椒酱是您自己准备的吗 还是买现成的 你去外面买现成一包一包的就可以了 外面很多辣椒酱怎么选呢 好 我们选的是辣椒酱 里面纯辣椒 是 就放 大盒可以了 好的 小胡萝卜丝 好的 没有了 漂亮 喜欢吃蔬菜的人 对 都会喜欢吃这个 然后就加水 一碗水 好 一碗水 其实大盒里面已经很多水了 对 因为它要给它焖到它软 然后就加一点点的鸡精粉 胡椒粉要多一点 不叫胡萝卜酒 这个主要的料都在这里了是吧 对 那这个要煮多久 这个大概十分钟了 好 我们现在准备的是切那个辣椒叶 你搓一搓来闻一下就可以了 是 这个很香 你还不懂辣椒叶是长成这样的 我不懂辣椒是来自辣椒叶 不是 我以为它就是一个食物名称 外面买的那个辣椒 有时候看到一些绿绿的碎碎的在里面 就是这个 对 就是这个 对 我一直以为是葱 好 这个好了 好了 现在软了可以包了 好 来 组装起来了 这是谁 薄片皮 薄片皮是不是很难弄 薄片皮是要很小心包起来 因为它容易破 所以你觉得怕包起来会破的话 怎么办 你就把它切一半 然后 然后放在中间 加厚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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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放一点菜 那就让那个汤汁不要渗透下去了 对 放一点料 这个好香 给那个盐细 你喜欢吃辣椒叶多的话 你就放多一点 是 这个香味应该很浓郁 很想知道它里面这个馅料什么味道 是 因为娘惹薄片是比较少机会吃到的 好了 我来凉了辣椒薄片做好了 吃了 吃了 这很不一样 好吃 够辣 我特别喜欢里面的那个虾肉 它很Q的 这个虾肉替代那种花生粉什么 这很好吃这个虾肉 比方肉比较好吃 我觉得 因为比较硬一点点 对 其实我喜欢这个虾肉 有点脆 这不错 有点脆 不感很好 一般的这个薄片 它里面有放着甜酱 花生什么 你要觉得这样才像薄片 但是我吃Chef做的这个 娘惹薄片 另有一番滋味 很好吃 是 有了这个蔬菜的清脆 另外还有这个菜的清脆 也非常地爽口 谢谢 谢谢 健康新时代 美味人人爱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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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期再见 不能再帮我 二分之后 有兑险 是 一路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